上节课我们说了静态下沉量很重要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 它为什么很重要 以及大概是什么样子算合适 所以我们写了后避震的静态下沉量 那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必须有 第二个是多少合适 第三个是静态下沉量的有无 和后避震的塞格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也是个细节 首先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个静态下沉量 大家要理解 因为我们身体坐在车后面 后轮跟地面有接触 后轮在通过颠簸路段的时候 会把振动传达到车座上 那如果没有这个静态下沉量的话 那这所有的振动会直接传达到你的身体上 但如果有的话 就是这个车本身有一点浮动 这个浮动是可以给我们起到缓冲的作用 那这些缓冲对于通过颠簸路段的时候 你别小看这一点点缓冲 对你的体感的提升是极大的 而且如果后避震非常的硬 导致没有静态下沉量的话 你的这个车尾会比较高 你的车体几何其实也不一定是合适的 或者是平衡的 当你骑的比较快的时候 可能后轮也会容易烂胎 所以当你没有静态下沉量的时候 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必须要有 因为它是滤震和减少轮胎磨损的最大的点 所以要必须有 第二多少合适 这里计算方法就是F1-F2 F1大家知道 就是车轮离地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总长叫F1 车落地自然状态下 没有人在上面的时候 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叫F2 F1-F2就是我们的静态下沉量 我们得到的差值分三个状态 如果是2-8毫米 它是更偏向于赛事 赛道或者是你偏激进 那你可以调到2-8毫米 通过什么调呢 通过预载 预载越多 静态下沉量越少 预载越少 静态下沉量越多 如果你的静态下沉量8-12毫米 这个是在street状态 就是走街 或者是偏一些综合性的状态下 我们偶尔跑山什么的 那你可以大概在这个数值 当然这只是针对我们的体重设定 那最终如何 最终适不适合 我们都可能会去调整预载 那你预载变了 你的静态下沉量就变了 所以这些都是在初始状态下 我们一个设定的参考点 那如果你想特别舒服 后避震的静态下沉量的差值 12-15毫米 它会comfortable 就是舒适一些 你提起来 滤震性啊 包括后边的这个抗冲击性啊 都会比较好 那反之 如果你比数值比较小 偏Race的话 它后边的支撑性会很好 你的路感会很清晰 抗颠簸能力也会相应的变差 关于静态下沉量的一些更多的应用 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中 还有很多的涉及的点 这节课我们只需要知道 静态下沉量 第一必须有 第二 我们的数值在多少是合适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三点 我们下来点击 明天见 我们下期的课程中 我们下期内 我们下期待 属于 接下来 但有机房子 还可以看